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用西红柿的搭配盛宴 古兴级的西红柿配牛腩 一滴水不用 用整颗番茄炖牛腩 浓厚汤汁大不同 番茄炖牛腩 这是一道经典的名菜 再用西红柿配鱼片 便宜于神级刀法去鱼刺 小鱼切大片 质感还能塞豆腐 鱼片嫩的 就跟豆腐一样 还有西红柿配大虾 虾壳竟能被直接软化 当即大虾连可吃 一只虾吃出双倍量 虾肉吃了 虾皮不浪费啊 还有各大明星和多个重要 都来专程品尝的西红柿疙瘩汤 不点不透的秘密成心法 让你在家也能吃到最大牌的温暖味道 精彩内容 尽在实践出真知 家家都会买人人都爱吃的西红柿 在这个季节却是大有不同的 您知道吗 当下正是西红柿的成熟季 只有在这个时候买到的西红柿 才不是大捧产的 不是仓库囤的 而是营养最多 品种最多 滋味最浓 最新鲜的 头茶当季西红柿 它的滋味可是完全不同的 但这家家都常吃的西红柿 又是怎么吃才最极致呢 我们找到四大当家食材 与西红柿的神奇搭配法 就让我们来看看 这西红柿怎么让各种食材大变身的 品味熟煎食 石剑出真知 各位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 天津卫视为您推出的石剑出真知 欢迎各位团员 欢迎大家 您为校方出现摇摇角标时 打开手机微信摇摇互动 允许机位奖品及现金汇报 夏天到了 家常必备的一道食材 就进入到了我们这个餐桌了 好 说的是什么呢 西红柿 又叫番茄 又叫番茄 这西红柿现在是正好上市 对 最实惠最便宜的时候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 这西红柿的搭配和吃法 好 到底来 谁来说呢 请说我们今天的实践顾问 夏天真的来了 有请夏天老师 实践顾问 中国烹饪大师夏天 今儿夏天老师不仅给我们带来礼物 还给大家准备了三菜一汤 今天的主题就是西红柿 我们眼前摆放了几样食材 可以看到有肉 有虾 有鱼 有面粉 那今天我们就拿西红柿 跟桌上这种不同的食材 进行一个美妙的搭配 把这个味道 把这个作用发挥到一个极致 既然说到了搭配到极致 没错 发挥到极致 我们一样一样来说 先说的是什么呢 番茄和牛肉 番茄和牛肉到底该怎么搭配 才能够搭配到极致呢 各位 打开我们的实践宝典 实践未解之谜 用纸能切开 用勺能碾化下饭拌面 都是一绝的醉牛 番茄牛腩 各位 让我们一起实践出真知 番茄牛腩 几乎家家饭店都会做 大部分饭店都会有 那么成千上万的番茄牛腩里 到底怎么样 才算是最牛的做法呢 又是什么样的牛腩 甚至可以拌面拌饭来吃 我们还得带您 到高档的五星级酒店里 去探秘一下 不可思议之一 番茄汤汁能到架 完全不加水 只用番茄做底料和牛腩 普通的番茄牛腩 汤汤水水是常态 加起来抖一抖 汤汁就被抖掉了 用勺子一压 再用纸一吸 汤水立刻就被纸吸走了 可见 这里面水是沾了一大半 但五星级的番茄牛腩汤汁 却是完全不同的质感 加起牛肉之后 汤汁竟然浓稠的像酱一样 直接包裹住了牛腩肉 再用勺子一压 一下子更从牛腩里涌出了 大半勺的番茄浓汤 质地更是浓稠到 用汁根本吸不起来 最不可思议的是 大厨告诉我们 这锅牛腩汤汁浓厚的秘密 竟然是完全不加水 只用番茄来配牛腩 不可思议之二 二十几分钟 牛肉嫩到用纸切 普通A4纸切牛肉 横切竖切顺纹逆纹 竟然都不在话下 普通的细线也能轻松将牛肉攒炖 不可思议之森 整锅牛腩只要一种神秘辅料 直接代替了各种香料 那么这种神秘材料到底是什么呢 一问太多 我们还是请五星级饭店总厨 来为我们亲自揭秘吧 首先一问答一意 不加水只用番茄来配牛腩 做我们这个牛腩呀 首先最不同的就是我们这个牛肉的汤汁了 我们不用水用纯番茄来炖这个牛肉 口感才能更纯厚 但这番茄怎么才能化身汤汁 而且什么样的番茄酸香口感才更浓厚 这也是有讲究的 首先挑这个番茄我们就是非常有门道的 今天我们采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番茄来做这道菜 首先是我们做这个底料的番茄 因为我们这道菜呀不加水 而且用到的调料也非常少 所以做底料这个番茄呀 我们要选汤汁多酸香味浓味道正的番茄 而挑选这样的番茄也是有秘诀的 我们要选的这个果形扁原颜色橘红 摸起来呢外硬内软的这个番茄 这种属于软果形番茄 水分大而且味道偏酸 而与软果形番茄相对应的 自然还有硬果形的番茄 这种番茄看起来上面有个明显的尖 是桃子形的摸起来比较硬 而且有龙有角 颜色又偏粉而不是偏橘红 这种番茄我们做底料不合适 但作为配菜一起炖煮 它的口感就变得更柔韧 不易煮哈的汤里是做配菜的最好选择 之后就是番茄的处理了 我们按照刚才这个方法 挑选两个软果形的番茄做底料用 一个硬果形的西红柿做配菜用 两种番茄都用开始汤汤去掉表皮 其中一个硬果形的呀 我们直接切块备用 另外两个软果形的 我们用搅拌机把它打成泥 用它来炖牛肉啊效果是最好的 但看看这搅打成泥的番茄汁 和最终成品的番茄浓汤 看上去似乎完全不同 它真的能达到最终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还要把番茄的汤汁处理一下 现在这个番茄的汤汁啊 看起来还不是特别的浓稠鲜亮 这是因为啊 番茄里这个番茄红素 需要通过受热 才能显现的一种原氧物 我们把番茄汁下锅 用勺均匀的搅拌 通过这个熬煮的过程中 这种浓稠鲜亮的感觉 才会显现 之后我们在汤汁里 加入半勺糖和半勺盐 作为调味 这样这番茄牛腩的底料 就制作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第二个 物科思议之处 二十几分钟 牛肉嫩到用纸切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 我们提前还要把牛肉处理一下 我们今天选用这个牛腩肉啊 事先我们不用把它飞水 直接下锅翻炒就可以了 而由于牛肉有爱出水的特性 所以在翻炒的过程中 您就会发现 这牛腩肉自动渗出了很多水分 而这些水分就是牛肉的鲜水 我们把它倒掉 之后我们把牛肉水 水 酱油 盐和白糖 一起加入高压锅中 而这时候 我们之前还提到了一种配料 能让牛肉进一步去腥 而且不浪费牛肉汤汁 您还记得吗 这时候就要把它也下锅了 还有一种 具有调味效果的辅料要放 那就是这个黄豆 我们都知道 我们平常家里做饭 提供鲜味的这些调料 都是黄豆做的 因为黄豆啊 本身就有很浓厚的一种鲜香味 能够给牛肉香香 同时啊 还能吸收一些牛肉的汤汁 去除牛肉的一些腥味 最后啊 我们这道菜不但有牛肉的纹理 而且还有黄豆沙沙的口感 达到一与多德的效果 而我们只需要把黄豆和牛腩肉 一起下锅焖煮20分钟时间 这牛肉的处理就全部完成了 最后一步 就是如何将这番茄底料 和牛肉结合呢 最后我们把用酱油上色 入味好的这个牛肉 倒入到番茄汤底里面 继续翻炒炖煮 到这个牛肉可以按压出番茄汤汁 再加入我们事先准备好的 硬果番茄煮到微微发软就可以了 五星级的番茄牛腩做法 您学会了吗 软果和硬果 不仅让这个牛肉更加的软烂 这个营养也更加的丰富 没错 但你刚才说到这个软果和硬果的西红柿 我整个人都开始不好 为什么 你知道我们吗 不是说现吃现吗 我会来很多 因为时间的原因吗 会放在一边 但是没有放多久 那个软果的西红柿会变得更软 而且还出水 但夏天老师我就想问你 有没有好的保存方法 能让它延长 别浪费钱呢 肯定是有小方法 而且这个方法是屡试不爽 我们可以看到 拿到的新鲜的西红柿 它都有这个裹地位置 我们准备一些纸张 你就可以吗 你就可以了 没错 把这个西红柿 从裹地的位置开始包裹 我们先把西红柿的水汽 保留在里边锁住 哦 第二个 我们再准备一个洁净的塑料袋 把所有包裹好的这个西红柿 放到塑料袋里边 再把这个口给它系颜色了 那咱们是要 隔绝空气 就是要让它这个水汽保留在里边 让这个西红柿跟外卷的空气隔离 就能够把它放到冰箱里边 如果说是保存一个月都不变质 那都时间短 哦 没错 没错 绝对没问题 这保存的方法我们已经介绍完了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这个西红柿 就是番茄和其鱼的搭配 和鱼又怎么搭配才能够发挥到这个美味的极致 没错 打开时间保典 了解下一个时间魅姐之谜 总共只用一种调料做出鱼片晒豆腐 并且一种汤底 两种用法的番茄鱼片 各位让我们一起实践出阵制 只用一种调料怎么能做鱼 而且这做出来的鱼肉怎么可能和豆腐相提定论呢 我们还是话不多说 眼见为实 洁白的鱼片映照在鲜艳的番茄浓汤里 酸香里透着鲜美 最可贵的是 在番茄的帮助下 鱼片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柔嫩效果 几乎看不出纹里的鱼片 不仅软嫩到了极致 用筷子搓上去甚至还能回弹 这样的质感真的和豆腐有些相似 但不同的是 用番茄做出的鱼片 并不会像普通鱼片那样 一加就碎一碰就散 而且不光如此 这道菜的汤汁底料更是大有学问 同样是番茄 我们的方法却能练出珍贵的番茄红油 让番茄口感大大增加 达到只用一种调料 也能天然产生复合香味的效果 而且这样一份底料学会之后 不仅做出的鱼片鲜嫩开胃 更是可以直接当做 夏日最过瘾最流行的番茄火锅底料来用 吃着鱼片涮着火锅 依次学会两道大菜 简单又划算 但是我们百姓家 怎么才能做出完全无次 而且口感像豆腐的鱼片呢 我们特意找到了一位 身为自身美食爱好者的职业模特 赵文奇 接下来就让他来为我们一一解答 首先秘诀第一个 怎么才能用便宜的鱼类 做出口感如豆腐一般 而且完全无次的鱼片呢 平时我们吃到的有草鱼 鲜鱼 还有鲤鱼 但其实还有一种鱼 不到二十块钱一斤 不但肉质鲜嫩 它几乎没有小四 用它就可以完成我们这种很高档的效果 黑鱼在中医上甚至还具有心热解毒 骨皮沥水 甚至去湿气的作用 可以说是最适合我们夏季吃的鱼了 但怎么把这便宜的鱼片出高档的生鱼片效果呢 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来小鱼也能骗出巴掌大的过瘾大鱼片 这里的窍门还是要请达人来进行解答 在家怎么骗出我们高档鱼片的效果来呢 其实也是有方法的 左手拿一块干净的布按住鱼身 一是为了增加鱼的摩擦力防止鱼滑脱 二是为了避免鱼骨或者刀伤到我们的手 右手拿刀贴着鱼骨开始骗鱼 等骗了中断的时候我们把鱼换一个方向 改成左手捏住片起来的鱼片 刀伸往前推这样鱼就被安全地骗下来了 之后我们用手触摸鱼肉 用镊子拔出其中隐藏的大字 这一份完全无骨的鱼肉就处理好了 接下来就是如何才能用小鱼 骗出巴掌大的超大鱼片效果呢 小鱼片成大鱼片也非常简单 实际上就是把它片成狐碟片就可以了 我们把鱼皮调下 之后鞋刀开始片鱼 第一刀不要切断 之后再把鱼全部片下 从中间展开 就会变成一个中间由鱼皮连接的大片了 而之后的重点就是如何将鱼片 处理出豆腐般的柔嫩效果了 为了让鱼像豆腐一样嫩 我们需要把鱼片先抓一下 我们用葱姜水 盐以及生粉 还有食用油给鱼调一下味 这里面您可能发现生粉和食用油 是我们平时做鱼不常放的 但实际上它也是让我们鱼肉变嫩的关键 生粉和油的混合 不仅补足了鱼肉本身缺失的脂肪 而且由于有了它们的保护 在汤烫鱼肉的同时 更完整地保留了鱼肉的水分 达到了鱼肉更柔嫩的效果 而在鱼肉腌制的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最后一步 底料的调制 最后这个底料的制作 不单的可以做菜 还可以做一个下季 我们经常吃的番茄锅 是一个一举两个的好方法 这里的关键是需要我们把番茄 炒成一种番茄红油 这种红油非常浓厚 也是我们调味的关键 执剑达人首先选择了 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橘黄色 扁圆形的软果形西红柿进行制作 这种西红柿出汁更多 更容易炒出红油 之后将西红柿切丁备用 这就开始起锅 准备底料了 炒至番茄红油 首先我们要先热锅 然后放入西红柿冰进行翻炒 在翻炒的过程中 我们要不断搅拌底料 让西红柿里的水分快速蒸发 番茄红素和丰富的味道 渗入底油里 看到番茄周围浮起红油了 酸香不见了 只剩下了浓厚的番茄味道 这时这底油就算制作成功了 而如果你想吃番茄火锅的话 这时候加入高汤和葱姜 就可以直接享用 之后我们在底料里面 加入两大炒水烧开 把我们片好的鱼片 停敷在底料上面 之后不要翻动 以免我们的鱼肉破碎 这样我们的鱼肉会变得非常柔嫩 然后我们盖上锅盖 关火 然后用锅里的鱼温 来焖熟我们的鱼片 这样是一个半蒸半煮的方法 等鱼片完全成熟 这样我们的番茄鱼片就完成了 您学会了吗 一个汤底做鱼片 那鱼片嫩的就跟豆腐一样 而且这个汤底 稍微再加工一下 又变成了火锅的汤底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番茄的下一个搭配 就是搭配这虾了 没错 打开实践宝典 我们来得下一个实践未解之谜 巧用家庭版番茄酱 做出海虾连皮也入味 连皮也下饭的番茄油焖虾 这皮也能下饭 各位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就让我们一起实践出阵支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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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如果您的开迹 我们下期再见 所以这边 然后时候 您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回什么 就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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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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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是成了各大明星和多国政要 前来非典不可的一道美食 一碗疙瘩汤 从家庭味道到火爆美食 再到明星和多国政要的桌上必点之菜 它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 又有什么样绝妙的口味呢 我们接下来就来走进这种 能调重口能列百味的神奇疙瘩汤 来看看它有什么不同之处 我们的疙瘩汤是说一口 主要有几个方面 第一 疙瘩均匀 足足不坏 既有嚼劲又没有硬心 说起做疙瘩听上去简单 但其实却是难上加难 普通方法做出的疙瘩有大有小 小的下锅迅速融化 让整锅汤浓稠不堪 汤不成汤但大的却是久足不熟 有个硬心大大破坏了口感 但林大厨做的疙瘩汤 却能做到每一粒疙瘩 都是均匀的黄豆大小 汤也是浓度刚好 吸着入口 嚼着劲 这里的方法可是秘诀重重的 第二个不同的地方就在汤底 我们要用当季西红柿的优势 先把它做成酱 酿出它的酸香味 再用油激发出它的西红柿的香味 最后就是在锅里盛汤 加上海鲜的鲜味 同时去掉西红柿的生鲜味 每一步都增加新的味道 而第三点最大的不同 就在配菜用的蔬菜 自家做的疙瘩汤煮过的蔬菜肉锅 根本没有口感 但林大厨做的却能嚼出 嘎吱嘎吱的清脆口感 一碗疙瘩汤 汤柔滑 疙瘩劲道 青菜爽脆 在当季西红柿的整体调和之下 纹然一体 开胃爽口 这才是让人不能抗拒的味道 但是这样一碗疙瘩汤 究竟又是怎样做出来的呢 我们还是要请大厨来层层解密 首先问题第一个 如何做出大小完全均匀的 浸道疙瘩呢 想要做出浸道均匀的疙瘩 这是有窍门的 主要是在做法上 林大厨做疙瘩的材料极其简单 就是一盆水和一盆面粉 但它的操作手法 确实是我们从没想到过 我们平时做的这个疙瘩 是先倒水后搅拌 这样做出的疙瘩就不均匀 但是我的做法是 用手沾水抖到面粉里 同时不断地搅拌 这样做每一滴水 都能形成一个面疙瘩 大小均匀 既方便又少适 而之后 就是我们最关心的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底料的制作 和多重香味的 蟹红柿底腔制作 我们做的蟹红柿汤底 看似简单 但是要做出层次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们要把它分成三个步骤 每一个步骤 都要让它爆发出一种新的香味 首先第一步 我们一定要把它酿成酱 我们选择当今的新鲜蟹红柿 蟹红柿味道更浓 提前将它切块 并加入一勺盐 腌制一宿 让西红柿杀出水分 并且进一步浓缩酸香的味道 这才能进行第二步的 下锅炒油步骤 油可以多放一点 让西红柿充分释放出它的香味 我们在锅里加上葱姜蒜 炒出香味 加上西红柿 而底料处理的最后一步 就是炖煮西红柿 并让它拥有海鲜香 最后一步就是在锅里加上开始 同时加上一小勺虾米皮 这就是疙瘩汤的鲜香味的关键 稍微在锅里多煮一会 让西红柿充分地溶解到汤里 同时把浮沫剥掉 因为浮沫有虾皮的腥味 这样一锅鲜香的底料 就完成了 而之后 我们只要再将制作好的疙瘩 均匀扫在汤里 用勺子背朝上 慢慢向前 推着搅拌到再次煮开 搭上一个鸡蛋花 这疙瘩汤也就基本完成了 但这时候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那就是 普通方法做的疙瘩汤 里面的配菜总是没有口感 但零大厨做的 却能做到嚼起来嘎吱脆 爽口异常 这又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啊 这个节奏就在这个配菜的选料上 理论上 配菜是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来选择的 但是今天我们为了口感好 我们选用的是油麦菜 油麦菜呢 是酒煮 口感依然是清脆的 和虾皮搭配起来 口味特别的浓郁 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我们在面割的开锅后 加入切碎的油麦菜 稍稍搅拌一下 等到油麦菜变色了 这火爆割的汤就出锅了 您学会了吗 我们节目的口号是品味求真实 实践出真知 下期节目 再见 拜拜 再见 拜拜 欢迎登陆优酷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PTV剧例 收看节目 完整视频 感谢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